根据法庭文件 唐元俊曾在8964期间支持民运 后来逃往台湾和美国 但检方称 几十年后他同意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 以便他能够与他在中国大陆的家人见面 美国司法部指控 唐从至少2018年起至2023年6月 透过特定的电子邮件账户 加密聊天软体 简讯 以及音讯和视讯通话 依照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指挥 唐向中共报告有关异议人士和团体的情况 包括在美国的著名华人民主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 他还至少从2019年到2023年期间 三次到中国和澳门与中共国安部情报官员面对面会谈 联邦调查局在2023年7月对唐进行了询问 并没收了他的五部手机 获得了他与中共国安沟通的内容 唐被控三项罪名 隐瞒美国政府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 隐瞒美国政府担任外国政府代理人 以及向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纽约报道